由池畅香农会承办 每年都会在二骑座办理全乡的稻米品质竞赛 虽然是香类的比赛 但是规模和奖金都比全国的比赛更高出许多 此次也吸引了277位农友参赛 并在8月5号选出了前10名特等米的得主 不同的是,这次结合了公益 在和参与这期竞赛单位和团体讨论之后 决定捐出1200包 由长荣航空公司全出认购 而所得的费用60万元 将捐出作为此次8000城报受伤民众 后续的医疗与复健 非常感谢我们长荣公司一家全部认购 好好好,做成这件好事 那么把这个限量的特等米,冠军米 那么销售出去,当然有几个用途 第一个来支应我们刚刚讲的 给我们每一位很用心 在辛勤在耕作的这些农民 给他们鼓励一个人25万 还打算把剩下来的70%要做公益 那这个公益是要捐给我们这次8000城报的商者 长荣公真的一直张荣发基金会 一直给我们很多的帮忙 支持我们这次要购买我们60万的特等米 这60万也特别感谢多利米跟我们农会 这是我们的荣幸 因为陈萌池上乡看得起 要我们长荣航给我们这个机会 能够参与这一个公益的活动 我是觉得我们是非常的高兴 至少他们没有去找华航 除此之外 池上乡长也表示 也会将这批特等冠军迷贩售所得 作为其他的公益 我们要让我们池上乡的小朋友 只要能够考上国立大学 缴不起学费的 我们要用这个基金 补助他四年的学杂费跟生活费 让我们池上乡的公立大学的小朋友 不用助学贷款 池上乡公所最后也宣布 池上乡将不再参加全国的稻米比赛 改为乡内置办竞赛 并朝国际好米发展 要把国内参赛的机会 留给其他稻米的产区 池上观山路野 都是种台梗二号139 自己在比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把舞台 让给其他很好乡镇的米 能够来表现 东南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道